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超级好吃的鸡蛋酱做法 不用炒菜了,蒸米饭,拌面条,蘸馒头 超好吃一几磅,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来加水,使鸡蛋蓬松 鸡蛋泡打得越多越香 颜色更好看 一一碗,剥一掶 切成一碗的鸡蛋 弄装盘 松的颗 多重 大部分 小火 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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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近 把鱼 少许 往后镜 往后镜 一条 大鱼 鱼 放入鱿子 放入鱿子 一定要放入鱿子 放入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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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至微黄更香 然后倒入酱汁 松范炒香后 倒入鸡蛋 松范炒香后 倒入葱姜 松范炒香 把鱼酸香 和鸡蛋清晰的结合 一分钟后 美味的鸡蛋酱做好了 酱香浓郁 味道煎美 无论是拌面条 加馒头 拌面饭 都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 就快点来试试吧